台北電腦應用展舉辦二十二年以來 昨天第一次因為碰到颱風 必須延期開展 而本來五天的展期 現在也縮短為四天 不過為了減少廠商的損失 現在決定每天的展覽時間 會延長到晚上八點才結束 暑假期間最大型的台北電腦應用展 原本要在昨天開幕 卻遇到蘇拉颱風停班停課 電腦展也延至今天正式開始 電腦工會表示 展期從原本五天縮減為四天 為了彌補廠商的損失 未來四天加延長 每天營業時間兩個小時 出時間從下午的六點 延長到晚上的下午的八點 今年的展廠商超過了 兩百家廠商一千三百個攤位 各家電腦廠也都推出了 超輕薄的筆記型電腦 希望能夠刺激買氣 這次我們目標希望能抓兩層 以上的アトラブック一個占比 那這次其實我們推出 將近有七款的アトラブック 那我們從三萬塊左右到五萬多塊的 阿トラブック都有 十二吋到十五吋我們都有 剛在Apple TV即將進入台灣之前 韓國三星的Smart TV也在台銷售 展現了體感控制聲控等互動科技 以前我們可能只能用遙控器來做操作 那現在呢我們就又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手 然後換上我們的聲音 然後可以不需要就是我們的操控器 是否暑假遊戲產業的旺季 遊戲廠商也在電腦展上攝攤 不少業者推出了新遊戲 希望在暑假能夠搶攻商機 記得陳淑貞的一期台北報導 將會數據到最後一期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 師傅 謝謝 謝謝 謝謝